今天指數大漲了100點 指數漲了97點 那成交量1276億 那其實指數上面的規劃 大概就像前兩天 我跟大家所講的 川普他所畫的貿易大戰的大餅 大概已經是170億 大概已經到極致了 大概已經到極致了 因為川普他說給人家瞌睡 不過他瞌睡的範圍 已經超越整個中國大陸 自中國大陸 整個一整年進口的5000億的金額 來你看一下是今天 這今天的新聞 他寫得很清楚 只不過字比較小一點 我們不用放大 我講給你聽 美國去年進口的一個金額是5000 不然我們放大一點好了 他上面有一個寫的 他說美國去年進口中國 的金額是50 60的一個金額 那現在已經有所謂的一個 就是要課稅部分是2500億 那未來威脅要再課稅是2670億 那已經課稅跟威脅要再課稅 加起來已經超過多少 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已經超過去年一整年 對中國進口的一個稅額 所以這個就是前兩天我跟大家講 其實整個川普的貿易戰的過 貿易戰的一個籌碼 他的大筆已經化到極致了 可以磕稅的全部都已經講了 可是他要撇除掉一些像什麼蘋果 那未來還有什麼Nike 什麼ID的大家都要免責 那金額不會那麼大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整個貿易戰的部分可能 最嚴重就這樣 不過股票不一樣 股票不一樣 當今天只會漲100點的時候你發現 不對 漲100點還是由股票下跌 各位你看這叫GIS GIS已經是跌很深的股票了 它已經跌很深了 但是它今天也沒有漲 它今天平盤了 那2327國巨 哇今天破底 破底點 那2492 華興科今天也是跌 3090 今天也是跌 那請問今天漲什麼 今天漲100點 那今天漲什麼 那我跟大家講 你現在要想的是 未來會漲什麼 這個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前兩天我跟大家講的 這三個禮拜五 三個禮拜五 我們在節目中 跟大家講 每一次大震盪 都會有新的富翁 那上一波 我們威勝全勝這一波呢 那上個禮拜五 我們在36塊 36塊4 請貨員去買威勝 收盤36.6 小賺2毛 那禮拜一的話 禮拜一的話 我們又請貨員去買了 36塊3 36塊6去買 那收盤36塊2 唉 老師沒賺 你禮拜五買 禮拜一買都沒賺啊 好 那禮拜二呢 昨天 威勝 漲到39 當然收盤又壓下來 那今天呢 威勝又來了 今天威勝 漲到多少 漲到40塊 漲到40塊錢 那這個地方 我們操作的邏輯就是 架差跟波段會配合操作 會配合操作 就是一勝接一勝這樣的概念 那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我跟大家講 我跟你講威勝 你可能感覺 沒有那麼的深刻 在現在的環境裡面 因為畢竟最近來講 威勝並沒有漲很多 不過呢 我跟大家講一個 不一樣的概念 我跟大家講 不一樣的概念 你去想一下 這個就會有差很多 你看 這是威勝的籌碼 籌碼裡面 有很多的細項 包含大股東的籌碼 包含特定人士的籌碼 包含持股1000張 包含你去看一下威勝 在大家都不覺得好的情況之下 他的總股東是完全沒增加 完全沒增加過程當中 他卻可以從10塊 漲到55塊 對不對 現在又漲到四十幾塊 那你去看這叫國具 那這叫國具 你看這兩個哪裡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講給你聽就好了 來 總股東人數是不是在這裡 這是歷史新低吧 沒錯吧 這是歷史新低 好 那國具的總股東人數在這裡 對不對 來讓我們往這邊對嘛 國具的總股東人數是 最近這個時間已經來到 一百兩千二零一零一零六月嘛 所以他是三年多以來的 總股東人數新高啊 那你去想一下國具喔 他是最近三年多以來 總股東人數新高 好你看國具 我們看二十二十七 接下這個地方 那這樣可能看不錯 我們看月線好了 好 那請問三年前呢 三年前股價在哪裡 現在是一 2018嘛 那如果是2015的話 大概三年前在這裡 三年前 三年前一家 三年前一家 這是 2015年嘛 大概這個時候 多少錢 58塊 好 你記得喔 國具三年前總股東人數 三年前股價是58 你在看喔 現在總股東人數已經比三年前多喔 欸 我問你國具三年前多少錢 五十倍 現在國具多少錢 五百 漲十倍 欸 讓我問大家 二三八八 你看 威盛今天 展到四十 我們這邊有做動作 細節我就不講 你是會很清楚 我們細節節目上我是不會講的 好 那你看一下 這威盛 它總股東人數是歷史新低 它股在這裡 好 來看一下 你說 你說 對不對 這一波大漲 並沒有任何的賞戶 來進場買威盛 因為你根本不敢買啊 但是你會敢買國具 好 你仔細看 它是不是三年多以來新高 那你現在買 是比較便宜還是比較貴 事實上是比較貴嘛 對不對 三年前你買一張國具 五十幾塊啊 只要買一張國具 有可能七百 有可能八百 有可能一千啊 對不對 那你上衆也要吃四百 對不對 那買的比較多 你常常聽到的話 並不代表姿勒相信啊 真的 我跟你講坦白啦 我們國具只做過一趟 小賺就走了 小賺就走 二三二七 我這裡做一趟 小賺就走 中間 這裡我全部 都沒有賠過任何一筆錢 我們所有的會員 沒有任何一個會員 在這一波裡面 被動元件 MOSFREE 汽精源裡面 賠到任何一筆錢 我沒有去猜啊 那你說老師 你有沒有放空國具 我沒有 我坦白跟你講 我也不敢空國具 我真的不敢 因為他基本變態 我說今天 這我還不敢空啊 說真的這我不敢空 不過呢 我也不敢買 我也不敢買 那這是選擇的問題嘛 你可以選擇你要做什麼股票嘛 對不對 如果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買 我選擇買這個啊 你為什麼不買這個 你當然會說老師 威盛很爛 真的嗎 威盛很爛嗎 威盛很爛嗎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來 這我們威盛的做法 今年1月23號 10塊6 一整坡做起來 這是我們過去的一個操作跡象 那現在全新全新的一個新聞在這裡 你要看清楚喔 這裡面的重點不是上面不是這裡喔 這裡面的重點是這裡喔 這個新聞的重點不是這個也不是這個喔 大家都知道了已經不是重點 重點在大陸加速升級 競爭力會更強 請問所謂的中國星攻略 我跟大家講的中國星 我跟大家講的威盛 其實有很多東西你不知道 你以為威盛是現在才叫中國星嗎 你知道威盛是什麼時候號稱中國星了嗎 你知道威盛是什麼時候股價達到巔峰 那個之前他就號稱中國星 為什麼他號稱中國星 因為他跟中國當地很多研究機構 都很良好配合的一個關係 我跟大家講的是一個 你其實你去做 好好做 你不但不會賠錢 你還會賺錢 真的 你不但你不會賠錢 你還會賺錢 你自己想 上半年漲幅第一名叫威盛 不是被動元件 但這一波以來 如果你要問我什麼動作 我可以跟你講 我們放空3090 我不敢空國具 真的不敢空 待會我敢空日連貌 來 這樣有沒有破底 欸老師 今天指數長一百點 你八角都破底 我八角都破底了 真的啦 今天是在這裡 請問你空哪個點沒賺 來簡單回顧一下 先錢的威盛 誰會是劣勢 對不對 那你現在要想 你把簡單的邏輯反過來想 你把簡單的邏輯反過來想 反過來想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 你先眷空然後累積財力 等到低點 你到的時候一氣暴富的機會 至少你現在不用擔心 對不對 總股東人數這麼這麼多 TOTOMA一直賣這裡 想做一個解套波 結果做不起來 引發很多賞戶進場 現在股價又下來了 你認為等到他們都要解套 又或者認賠要多久的時間 如果他們都要解套 都要認賠要很長的時間 那我請問你股價在短時間內會漲嗎 那如果不會漲 你先眷空累積財力 等到低點一氣暴富嘛 我跟大家講 我都選好了 我跟大家講 國際華興科我不敢摳 我坦白跟你講 我們比較保守 我們不像 可是保守保守的好處 保守保守 保守就是說我們不會 每天都在拚 每天都在拚 說難得 這是提拚的錢在拚 對不對 叫你買這個 買這個空這個空這個 也是那你的錢拚啊 但我們是比較保守 保守保守好處 保守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我們都這麼保守 我們還敢空的 代表詞相對的是有把握 對吧 你看一下 這我們空的啊 真的啦 我們先前空的6182 我們先補掉 我還很想空欸 對不對 這我們3645 這我們現在還有的空單 都幾乎最低點了 真的啦 那個3552 這康多 做多的2388 歐醫生 我跟你講啦 未來的漲 我會讓你嚇一跳 但是我現在先不講多 不用講太多 因為講的沒有用 對不對 你自己想一件事 選擇很重要 選擇很重要 不是你聽到了什麼 你常常聽到的話 並不代表值得相信啊 這麼多的人在拚國具 你就算不敢放空國具 我也不敢買多國具啊 對不對 那同樣的事情 你要買什麼 我要買這個啊 如果你要買我要買這個啊 你自己去想啊 這我們買的股票 選擇決定幸福啊 來看一下 綠色是走股東的 看過來 看過來 是不是最低 這走股東是最低喔 行情這麼差 那為什麼人家敢去買 很簡單啊 他上半年賺1.81元 毛利率35% 他是升息臭惠股 又是選舉概念股 股價低於淨值 總股東人數新低 再看一次喔 總股東人數是不是 所有裡面最低的 綠色柱狀圖 是總股東人數的累積人數 他這個人數是不是最低 代表沒有散戶嘛 好 沒有散戶有人在凹 那為什麼要拚 拚拚看嘛 別人在拚 上半年賺1.8元 股價多少 20元 淨值 股價低於淨值 毛利率比IC設計還要高 總股東人數利益心理 又是選舉概念股 又是升息社會股 那你 你為什麼不把這個啊 不是啊 這是選擇的問題啊 對不對 就像 就像今天 好很多人跟你講這一支 很多人跟你講大海誌 我跟你講 單保一件事 這一天不會有人敢講大海誌 這一天 後面不要看 923號 上個禮拜四 這一天 絕對不會有人 跟你講大海誌 但是我怎麼跟大家講 我說 如果你要拚 你要拚大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要 為什麼是大海誌 買超大海誌 它有券商的一個部分 那它原本就有持股 那最近最近這幾個月又大買 就像它今年去大買一檔股票 結果大漲三倍一模一樣 那你去看它的籌碼 你去看它的籌碼 來 看它的籌碼在哪裡 它籌碼在這裡 對不對 散戶是不是一直跑 對不對 你明明知道散戶不太會贏 你幹嘛去買散戶大陣股票 散戶再跑人家再壓 這要大海誌啊 9月13 9月13號禮拜四多少錢 來 9月13號禮拜四 106塊 對不對 到昨天 昨天先減碼代壓回 132 欸 這是106 這是132 老師你沒有全賣 沒有全賣啊 還有 還是有 今天122啊 不需要全賣 因為我 價位不錯 我們還會再買 重點是 他還沒講之前 誰敢跟你講 在這裡 來 簡單而顧一下 先起來 我跟你講 特別的行情 要做 要有特別的思維 一檔股票 用7%拼三倍 用7%拼三倍 我已經找好一檔股票 那相關的線索 節目上我不方便提供給你 可是我可以跟我們會員講得很清楚 什麼樣的股票 一家公司要有人買 那這家公司大概最近 有特定的券商在進出 買了3億多 買了好幾億以上 那個特定券商非常厲害 過去三個月曾經買一檔股票 名字我都不講了 曾經買一檔股票 買了2億多 3億多 連續買3個月 完全沒有漲 結果後來一跟一兩個月漲三倍 而且但不是很久之前的時候 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好 那現在他要再布局一檔股票 而且總股動能數一直減少 聽說未來的獲利會非常好 這我相關的資訊我全部保留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用7%來拚3倍 我講句坦白不好聽的啦 你現在去拚股票 買錯股票7% 隨便買錯一檔散戶很多了 沒幾天你就賠7%了 你連三成的機會都沒有 你連賺三成的機會都沒有 你就賠掉7%了 那你何不用7%的機會去拚3倍 而且這是個非常有把握的一覽股票 我跟大家講的幾個線索 第一個 大與之的籌碼是比較特別的 第二個 他的獲利未來都非常好 但是我跟大家講的時間點 不是大與之漲停 9月13日禮拜四在這裡 你現在可以去看 大與之的總股動能數 是不是最近新低 同樣的一個 有特定的券商在進出 原本已經有持股了 今年2月到5月 這三個月份 大白一支股票 某一支股票結果它漲了快三倍 你知道是誰嗎 同樣的券商他們現在買兩支 詳細我不想想太多 因為現在旁邊上會漲的股票非常少 一旦股票漲上來 每個人就在旁邊就說 你看大與之 就像我們先前買威盛 威盛漲上來之後 你還記得嗎 一球盤買威盛的時候 大家都嫌爛了 抱怨了抱怨 對不對點點點點點點 長到這裡 來每個人都要開始講中國金喔 我們在這49塊8以上先調節喔 還要長到55塊多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每個人都跟你講威盛 我跟你講市場就是這樣 不會有人請你買ID一點 看圖說故事最簡單 在這裡告訴你威盛大賺 在這裡告訴你威盛大賺 請問你是不是常常聽到這樣子的言論 告訴你在這裡威盛大賺 大哥啊你下面不敢買 你上面怎麼大賺 做夢是比較快的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的是真實的 還沒漲之前跟你講得很清楚 你先搞清楚看清楚喔 現在很多人跟你講大與之賺很多錢 喔是喔大家告訴你大與之會賺很多錢 那我就先賣了 我就是要跟你不一樣怎麼樣 喔你現在再說大與之賺很多錢 我就給你先賣 對不對 怕什麼 反正我可以買其他股票啊 對不對 這裡賺的錢也蠻多的啊 也不錯啊 股價20塊上半年就賺1塊8啦 對不對 毛利率35%比IC設計還高耶 股價低於禁止總股動輸出心 極右視先舉概念股 右視升起概念股耶 然後又沒有漲戶 沒錯吧 那你要買什麼 我當然要買沒有賞戶的啊 我幹嘛去買有賞戶的 你明明知道賞戶買的股票 到最後你去看一下環球金 你去看一下 相關的先前最紅的股票 是不是最近的重災區 那如果是的話 請問你未來買股票 你還要買賞戶很多的股票嗎 來歡迎見我們好友 歡迎見我們好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集團再回來 都幹嘛 無人要買賞 我們先回賞戶 你再想一看 小鈴鐷 找我獲利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麻木 賺錢 不斷重複 轮源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源投顾智库村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江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今天指数上涨97点 不过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 虽然指数跌升了 走稳了 反弹了 大涨了 但是很多股票它还是跌 对不对 你看一下这646 你看一下它的筹码你会吓一跳 你看一下它的筹码你会吓一跳 你看这个股票破底 这里面赏户多少 赏户超多的你知道吗 你没事买神盾干什么 我就觉得奇怪 就不会有人买威射 在没有涨之前不会有人买 大家对于 其实应该这么说 你常常所听到 你最常听到的话其实它不一定是真实的 这是我对这个行情下一个最大的注解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 选择有很多种 对不对 命运只有一个 你可以怪天怪地 对不对 可是呢股票有很多种选择 这里就不能怪别人了吧 你说行情不好没问题 可是股票有很多种选择 你可以做多你可以放空 对不对 英雄跟劣势 这两个差一线之格 当不成英雄就变劣势了 打胜仗叫英雄 打败仗叫劣势 对不对 那现在劣势多么 劣势有没有很多 劣势很多啊 劣势真的很多 对不对 中股动能处三年新高 日电帽 中股动能处历史新高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如果你买日电帽 你说老师它跌很深 那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一百这里六十三 那请问这个价格 是不是历史新高 是啊 那你为什么要比过去 假设啦 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这过去人家一坪卖你 房子一坪卖你二十五万三十万 这里卖你一百万 你会不会去买 一坪啊 所以假设是房子 你会不会去买 你当然不会去买 这一平二十万 你给我去到一百万 你十多不买啊 好 下来 六十万我买了 因为降四成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之前只卖你一坪二十块 二十五块 当时有没有人买 来看一下 没有 一样有道理啊 国具三年前 总股动人数多少人 如果你听不懂 我换白话 我给你解决一下好不好 三年前拥有国具的人数 比现在还少 现在国具是不是四百多块 五百多块 六百多块 七百多块 手中有国具的人 比三年前多 请问国具三年前多少钱 国具三年前多少钱 五十八块 二十三二十 好 那你认为你现在买 划算还是 这一平就算换成房子好了 一平卖你五十八万 你陷贵 一平不一千三百万 这比香港房价还贵了 你去买了 到最后结果变这样 那你在 你再想一下 这个循环好像不对 对不对 好像很多人用更高价格 买到了 感觉像比较便宜的股票 所以他们会有共同的现象 就是散户大增 虽然股价有跌了 不过他还是比过去贵啊 他还是比过去贵啊 那如果这样子股票不会涨 那我们买这个啊 你买这个 来来来 来 现在有的人是不是比之前还少 没错吧 老师有没有卖你很贵 就当你房子 房子一平多少钱 二十块啦 上半年一点八一啊 毛利率三十五% 股价低于禁止 又是升级社会股 又有选举的概念 总股动力度是历史性低 而且有人在变化吗 真的啊 如果你要拼 你看到散户在拼 他买这一支 你要不要跟 一个叫大老板买了一支 听说那个大老板 每次买都赢 他买了一支 跟你隔壁的邻居散户买一支 你要买哪一支 你要买大老板那一支 那就简单了嘛 那你要自己去找啊 到底是什么股票啊 对不对 你要自己去找 到底有什么股票 是现在你可以买的 就像我跟大家讲 这叫威胜 买在第一档 你要怎么样能不赚钱 礼拜一我们买36 36块3 昨天涨到39 今天涨到四十几 先做一下 你是我会 你很清楚 一胜接一胜 我们认为 威胜的波段爆发力 会非常的强 我还有威胜的秘密 其实我不太想讲 讲了大家都知道 那有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 等你看到未来狂飙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 你又没赚到 那我可是不理你了 对不对 来 欢迎教我们好友 未来震荡的时候 到底什么股票可以买进 什么股票可以逢高布局 做多的上涨 放空的大跌 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欢迎教我们好友 祝你明天参数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Sugikai Bitcoin In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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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ividades 参数